在这视频我们要呈现的就是给定两定点A V 然后我们想要看P A加P V这个值它的变化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最低点 那我们如果改动这个A点位置呢 这个图形呢,整个函数图形也会跟着变化 要出现这个动态的函数呢 最主要的就是利用LOCUS这个指令 我们先开启一个经典版的视窗 一开始呢,先输入这个两个定点A跟V 有了A跟V,接下来P点 P点呢,我希望在X轴上动 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动得太圆 所以我先设一个这个范围,P bar P bar这个范围就是segment-10-50 接着呢,我们就想要让P点在这P bar上移动 所以这指令就是P等于pointP bar 这样子P点呢,就会在这条线上动 那我们今天想要算PA加PV 就是SPA等于segment-PA SPV等于segment-PV 好,所以这样子就得到这两条线段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颜色 例如说这边把它改成蓝色 另外这边把它调成这个绿色 那也可以让这个数值呢把它出现 这边长度让它出现 今天我们想要探究的是这两段的核 所以我这时候就是用SUM1等于SPA加上SPV 好,所以这样SUM1就出现了 现在移动P点呢,就可以看到核在变 大概P点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核最小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探究P点的位置 跟这个核的一个变化的函数图像 好,现在就建立点F1 F1呢就是由P点的轨迹跟这个总和把它建立出来 好,那现在F1呢在这里 好,那我们让它显示在第二个绘图区 按设置 好,然后这高级的部分呢 按这个绘图区2 它对S1显示中继 好,开始移动这个P点 所以就可以看到F1的这个中继 它出现了 好,但是这边呢 你稍微视窗稍微拖拉一下呢 这个中继会消失 所以要让中继保留下来 我们就是利用LOCUS L1等于LOCUS 对象呢是F1 那这里控制的动点是P 好,所以这个LOCUS呢就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把F1的中继取消 好,把这里改成这个红色的 好,那这个L1呢 也一样可以把它改成红色的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P点呢 在这轨迹上移动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它数值的话呢 一样的按设置 好,那这边显示的部分 有显示数值 这里就可以看到 最小值大概在5的时候出现 那如果要更精确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知道 这要做这个对称点 好,关于这个制作呢 我们就在下一场做些结说 就是这个对称点 就是这个对称点 就是这个对称点